简年是中国南方特有的乡间艺术 常用于装饰寺庙屋顶 这项艺术在台湾已有百年的历史 其实基本上我们今天在台湾看到的 所谓简年装饰的艺术 大部分都是放在寺庙建筑里面去 一开始是用碎的碗片 就是有些碗打破了 如果把碎片剪成一些造型 装饰在某些图案上面 创造出这样一个所谓的简年风格 当地的庄长叫林维超 他就去聘了南中国最好的小梓桃 跟简年的匠师叫红坤虎 新港就把这一箱简年 跟叫他的记忆把它留了下来 所以我以为给新港一个名称 简年的巢穴 庙宇上的简年形态多元 每个花样都有不同的象征意涵 工艺家组合缤纷多彩的图案 造就成美丽的寺庙屋顶 简年用的题材也都是东方 我们就是中国文化的东西 我们一直在把它做成现代化的题材 当地的题材 所以我们就到处做了很多的路口意向 所以就变成了运用的地方更广 简年这项传统文化在台湾人心中 已渐渐被忘记 六年代以后呢 慢慢玻璃工艺的基本上就开始生产了很多 寺庙建筑的简里面的这些材料 所以用传统的工法计划 相对的慢慢慢慢就没落 传统方面是有在思维 然后年轻人愿意从事也比较少 不过像寺庙 它有在盖寺庙这个行业 应该就不会断掉 只是说市场的需求小 从事的人会比较少 而板桃窑交织简年工艺园区的创立 就是希望能将这项传统技艺 带到日常生活中 让大众更加贴近简年文化 早期是生产这种庙宇的石砖 我们就开始把它转型 做成了我们的这种装置艺术 体验课程也有针对孩童设计 较容易制作的项目 让各年龄层都能参与实作体验 让简年文化得以继续传承 那小孩子来到这里 他就可以照着我们的图 就是这样子一块一块地把它黏上去 爸爸妈妈 还有小孩子可以做亲子的一个互动 寺庙是台湾长久以来的民间信仰 简年艺术更是其不可或缺的元素 期望民众日后去寺庙时 能抬头欣赏这项传统文化 并产生兴趣 进而各家了解台湾特有的当地艺术 中正一报 吴思禅 黄文军 嘉义新港报道